你好,欢迎来到红歌杂谈 今天来聊聊我这两三天视频没有更新 因为给一个朋友帮忙 我这个朋友是国内的一个女性朋友 她女儿在波士顿读物研究生 之前也是在美国上大学 现在放暑假回国 现在又开学季,开学季节到了 很多留学生回来 然后她让我去帮忙 在波士顿帮她女儿接接飞机 然后她们新租了一个小公寓 帮她们安顿一下 之前是在外州上大学 那么研究生读到波士顿的学校去了 另外一个,她女儿近一年交了一个男朋友 这次暑假也跟她一起回国 那个男朋友也是中国的留学生 也上我那朋友家里去了 我那朋友就说 我从妈妈的角度 女人的角度我觉得小男孩有点幼稚 所以希望你从男人的角度给点建议 你看看这小男孩怎么样 帮我把把关 我说这个东西 我说咱们的意见也不做主啊 我说帮你看看倒是可以啊 给你一些建议 但是咱们不要参与过多 人家两个人好不好是人家两个人的事啊 但是呢,咱们去看看呢 作为成年人我觉得别有大毛病啊 别有大的问题 一看这就有严重问题的 你可以这个说出来 当然也得策略的说啊 没有大的问题呢 就是让人家这个自由恋爱正常发展啊 未来能不能结婚那是以后的事啊 但是现在两个人关系挺好 那么呢,我就也就三天的时间 我去波尔顿呢,也就三天 那么从三天这个时间呢 呃,这个有效的这种场景当中啊 怎么观察这个小男孩啊 我觉得也可以跟大家聊聊啊 因为呢,我也是一个女儿的父亲啊 未来呢,我女儿要是带男朋友回来呢 我觉得也得看看怎么样 那么就从我的角度啊,聊聊 那么我觉得呢 第一印象是很重要 当然第一印象呢 你就是这种 这种这个外貌啊 外貌呢,三方面吧 一个是五官啊 一个是身材身形啊 第三一个就是生硬 我觉得呢 这三样啊都没有大毛病 你比如说五官啊 你别有明显的缺陷 你说这个长得丑 还是还是好看 还是不好看啊 那一人一个眼光啊 你可能觉得丑 但是女儿觉得喜欢啊 女儿觉得挺帅啊 这东西是自己的眼光 这问题啊 就五官没有严重的缺陷就行了 第二一个呢 就是身材 身材身形呢 我觉得就是腰板直啊 挺胸抬头 我觉得这样好一点啊 我如果发现这个男孩子呢 驼背啊 就是萎靡的那种状态就不太好啊 你想二十二三岁的小男孩 你就就应该血气方刚的啊 就腰板挺得直啊 挺胸抬头啊 走路说话什么的 这个我觉得是正常不错的 但是总驼背呢 就给人感觉不好啊 就是给人感觉不好 而且就他的状态 气质就会拉分啊 第三个呢 我觉得就是生意 他的语言表达 当然是另外一方面 他的思想啊 思路啊 就说话的生意 说话的方式啊 这个东西呢 我自己的感觉呢 就是要稳 男孩子说话要稳 就不要飘 因为有的人呢 这东西呢 我还没法描述的特别清晰啊 也描述不出来 这就是一种感觉 如果这个人说话飘呢 其实是能感觉出来的 但是说话稳 你不管他是开玩笑啊 什么嘻嘻哈哈呀 他都是比较稳的 这个我觉得比较好 另外呢 就是看他们两个人的这种 匹配度啊 是不是比较match啊 两男孩女孩网那一站 就明显是两口子啊 就一个小情侣一样啊 就两个人的感觉啊 就就没问题啊 就就就就比较大 你外人看起来 这个也是一个重要的方面啊 因为我呢 你也有一些介绍对象的一些经验啊 我的这个介绍成功率呢 是百分之百 因为我就介绍了一对啊 就成功了 所以我自认为是百分之百啊 我把我的小学同桌的女生啊 介绍给我的大学的男生同学 两个人一见面一见钟情啊 就是马上这个坠入爱河啊 陷入热恋 大概也就一年就结婚了啊 这么多年过得也不错 那么我觉得呢 两个人的匹配度呢 也就是外人的一种感觉啊 两个人网上一站啊 说话办事啊 气质啊 感觉挺挺匹配啊 就可以啊 那么在其他的场景呢 怎么来观察这男孩子呢 这纯属我自己的一些主观的观点啊 大家也可以提您的这个建议啊 比如说呢 吃饭的场景 就是一个特别好的观察人的场景啊 看这小男孩怎么样啊 吃饭的场景呢 我比较注重几点 第一个就是点菜 你比如说到这儿 你想吃什么 你自己看看点 如果这个男孩子呢 点菜 叽叽歪歪 事儿特别多 哎呀 我这个菜是怎么做的 那个菜怎么样 哎 这个好吃不好吃 怎么 他完全不顾及别人的感受 比如说问他女友 宝贝 你喜欢吃什么呀 你想吃哪个 这个菜你肯定爱吃 哎 这个怎么样 他比较关心别人也行 但是要有肚 太油腻 太油滑的也不行 就是他点菜过程当中呢 让我觉得比较得体合理 别那么多叽叽歪歪的事儿 这个如果叽叽歪歪的事儿 那么这个男人就比较讨厌 这种类型啊 这是我的观点啊 另外呢 在吃饭过程当中呢 这个饭桌礼仪呢 也是挺重要的 就是他有没有让你特别忌讳的一些毛病 吃饭的 拿筷子 什么这这扒拉来 那扒拉去的呀 一些严重的问题 毛病缺点呢 呃 这个比较粗鄙的这些习惯呢 这些没有就没没问题啊 就可以 也不必显得特别能照顾那女孩儿 哎呀宝贝你吃个这个给你又加菜又怎么怎么样的 那个我倒觉得反而有点这个虚伪啊 那么这是一个 还有呢 就是他的口味 那这小男孩口味呢 我觉得男孩子啊 如果爱吃肉 就说明他的这种欲望比较强 因为我就爱吃肉啊 就是他的欲望比较强 爱吃肉的人 那么同时呢 可能有自己比较多的这种追求啊 想法 那么爱吃素的呢 不是说纯素食主义者啊 就是爱吃素的 吃肉不多 肉菜也吃素菜也吃 但是吃素的呀 吃清淡的多一点的 这种男孩子呢 比较生活平淡啊 容易安于安于现状 可能没那么多这个大的追求啊 比较稳定啊 当然不绝对啊 这只是我自己的主观片面的看法啊 但是纯素啊 吃纯素的那是另外一回事啊 同时呢 这吃饭当中呢 他是不是有明显的忌口啊 我这个不吃香菜啊 我那个不吃什么东西 你别给我放这个 别给我放那个啊 我这不要吃这不要吃那的啊 这个东西呢 其实也是这个要有度啊 如果他的忌口特别多啊 这我也很讨厌这种啊 这是我自己觉得从吃饭的过程当中啊 就能看得出来 那还有呢 就是他吃完饭啊 以后你他餐桌上啊 之前的那个自己的那个桌衣 这个这个碗筷呀 杯子呀 什么的摆放啊 什么的 是不是比较这个这个这个怎么说呢 比较合理啊 他不是那么乱了轰轰啊 就是吃起饭来 呼噜呼噜 他不是那么有规范啊 尤其是在比如说 跟我在一起吃饭啊 跟陌生人啊 不是这种情况下 我觉得表现出跟他平时吃饭的状态 一样就行啊 我觉得这饭桌礼仪是一个挺重要 能看得出来 他也没装啊 也没有说特意的伪装 这我都能发现 我觉得就挺好啊 可以啊 那么还有呢 就是在一块呢 看他们 比如说我帮他们安置啊 这个家里面 他们一起去买东西啊 在超市买东西呢 我觉得就是两个人商量啊 就是去沟通 其实也是一种博弈啊 因为像这个20来岁出头的 这个小男孩小女孩 自己两个人啊 他们俩现在算是第一次啊 在一起租房 一起生活 那么面对即将发生的生活 两个人啊 买个垃圾桶 也要这个这个研究研究 把这个要不要买 这个鞋架子要不要买啊 那个那个 那小抽屉 那个抽屉柜要不要买 其实从这过程当中呢 他们两个人协商 当然我也不能就是这个玩命 跟着人家当电灯泡似的啊 我就远远的啊 看他们俩在那商量 然后偶尔过去 我说你们找着那垃圾袋在那边 我刚才看见了 你们去那边看看啊 也别让人讨厌 所以呢 我觉得还还可以啊 两个人交流的也正常合理啊 没有通过这个上面发发现一些严重的问题啊 还有一个比较重要的呢 就是这个男孩子干活的时候呢 到底是那种比较偷懒耍华的 还是比较实在的 是能看得出来的啊 那因为呢 搬行李啊 包括买那些东西啊 家里安置的这些东西啊 能看得出来 这小男孩呢 干活有的时候啊 卖傻力气 就是他呢 不会这个巧用劲啊 他使蛮劲 使蛮劲呢 不是一个问题 使蛮劲的男孩子呢 一般比较实在啊 就是他这个不太会偷懒耍华啊 就是小心机不多 其实我觉得这个是挺好的 男孩子不要那么多小心机啊 我这个吃点亏了 我那个得占点小便宜 我这不能吃亏 那不能什么的啊 这比较讨厌啊 所以呢 我觉得从这几方面啊 感觉上来呢 还是不错的 再有呢 就是聊天说话 你能听到这个男孩子啊 跟你聊什么说什么 以及呢 他是不是愿意问你什么问题啊 这都能看得出来 比如说呢 关于在美国这个生活呀 未来的工作的打算呢 听这小男孩聊一聊啊 说一说呀 其实就能真实的表达他的意愿 我自己通过这两三天的 观察呢 对这男孩子呢 我也跟那个 我那朋友说了 我说我觉得这小男孩呢 很真实啊 他有明显的优点 也有明显的缺点 但是这种人 我觉得反而是比较靠得住的啊 不是那种明显的油滑啊 面面俱到 毫无缺点 滴水不漏 这种你像二十一二岁的男孩子 我觉得那种反而不好 显得很老道啊 那不好 所以呢 我觉得是比较正常 而且呢 没有我自己认为的特别明显的毛病 这是我发现的啊 第二一个呢 我觉得刚才说第一不要太油滑 第二一个呢 我觉得内心当中呢 没有比较阴暗的东西 因为男人看男人啊 是能够发现他内心当中是不是有一些比较阴暗的啊 有一些小小的坏 或者说呢 有一种隐藏很深的恶 其实我都能看得出来啊 因为我也是男人 所以我能理解 我能观察 我能发现 所以呢 他内心当中呢 没有非常明显的阴暗啊 第三一个呢 就是这个男孩子呢 不要太明显的这种自我霸道啊 这根本也不听这女孩的什么意见啊 就是什么事儿都没有习惯性的交流沟通啊 就这个东西 买这个 好 点这个 点这个 全过程一律自己做主 也从未有倾听对方意见的习惯 这就属于呢 比较霸道啊 而且他慢慢形成了这种习惯 某一天你这女孩子突然一插嘴的话 他会觉得干什么 我这不都弄好了吗 哎 他会习惯性霸道啊 这也这也不太行啊 所以呢 这基本上来说呢 有几种 那都是说大了呢 现在有几种啊 一个叫妈宝男啊 一个叫凤凰男 一个叫猥琐男啊 一个叫我觉得应该叫极品男啊 这四类呢 都可能有点问题啊 妈宝男呢 就是那种什么事儿都都都都没没经验啊 就是说什么事儿的也不管啊 什么活儿也不会干啊 就这个网上一搁你这东西都在脚底下 他在脚底下他都不知道给你去整理整理 就迈过来迈过去迈过来迈过去 就这种就属于妈宝男啊 就什么事儿眼里没活儿啊 咱通俗的说 那么还有呢 就是凤凰男凤凰男就有的时候就比较油滑 同时呢 也可能有的时候也比内心有一种深层次的恶啊 有一种阴险 当然他不会不会害你啊 但是他会内心有深层次的自私啊 那么还有一些猥琐男啊 猥琐男就是阴暗的这种 极品男呢 就是没有毛病啊 就是我如果发现这男孩子没有任何的毛病 哎呀 而且呢 让我弄得特别温暖 很感动啊 而且对你女儿吧 又特别好 这个反而我觉得不行 这属于极品啊 极品这不可以 所以呢 我给我那朋友一个建议啊 我给他 我说我觉得这男孩子的没有这个明显 我觉得不好的地方 就是一个正常啊 有血有肉的 有优点有缺点的 挺明显的 这很正常 我说一切在他们自己交往就行了 我觉得这男孩 没有我看到的一些特别不能接受的一些缺点啊 所以呢 我就给他这个建议 因为呢 从某些丈母娘来说呢 选女婿啊 最好的永远是下一个 有很多的这个这个女人啊 因为当妈妈 随着年龄增大 像我这个年龄段40多岁的啊 有好多人家正常年龄结婚的啊 人孩子都2012岁 这很正常 20岁啊 189的 交男朋友的 有好多啊 我身边有好几个 这这都说哎呀 我女儿带个男朋友回来什么的啊 就是他总觉得这个男朋友配不上啊 这男孩配不上我女儿啊 总觉得最好的永远是下一个啊 但是呢 这个东西呢 你也别觉得你的这个观点多正确啊 那么 再有一个呢 我自己的经验呢 就是这种事啊 别人让你去帮忙去看一看啊 我身边以前有朋友发生过啊 我自己有一个建议 就是千万不要说过头的话 就是不要给对方心里留蝎子 就是你说的这句话呀 可能你觉得很直啊 觉得你就是真实的表达 但其实你在对方的心里留下了一个蝎子 就是我身边有一个 就是我我们上一年龄 上一家族就我们家族上一代吧 就我这个我爸爸他们那一代人里面啊 有过当年没有手机啊 什么也没有没有写信啊 就是他们那一代人 我的长辈当中有一个这个亲戚 也是认识一个男朋友 然后老爷爷呢就派这个家里的一个大哥啊 去看看 就是你妹妹呀 在在在那个上山下乡啊 在在内蒙在那边呢 找了一个知星 两人谈恋爱呢 你帮我去看看 他那个找的那个那男孩怎么样啊 然后那个大哥就去了 去带着父亲的这个旨意就去了 看看他妹妹 顺便呢 看看他妹妹找那男友怎么样 到这到他那地方 回来之后呢 觉得那男孩还行啊 挺好啊 也挺热情 就是长得差点啊 就说了一句话 说这男孩啊 就长得三分像人 七分像鬼 人没问题 人品也没问题 也很实在 就是长得就不好看啊 就是三分像人 七分像鬼 这句话这么一说呢 一直到现在啊 我那长辈呢 都已经七十了啊 有时候家族聚会的时候还说 当年就你 跟老爷爷说 那个姑父就像 像个鬼一样 这永远在人心里是个蝎子啊 就是当年你这句话 可能无心的说出来 但是呢 在人心里永远是蝎子啊 千万不要说这种定性的话 然后呢 我自己同龄当中也有一个 我自己同龄当中呢 有一个朋友 他呢 当年带个女朋友回家 然后他妈妈呢 在他这个第一次 带女朋友进门之后 回来之后呢 他妈妈当时呢 就说这女孩 这个挺好啊 各方面还行 但是这女孩子吧 就化妆 怎么那么重啊 就是感觉化妆 太疯尘了 跟那个 干干干什么 那些社会上那些 那些小姐似的 这化妆怎么化 以后别化这么重了啊 可能他妈妈呢 也没有什么恶意啊 就是说你化妆 她太重了 我们不喜欢啊 女孩子还是 这个淡妆啊 合适一点 女孩子嘛 年轻啊 她本身就有天然的那种美 何必化这么重的妆呢 其实他妈妈这个意思 但是就说了一句什么太疯尘了 我们那哥们今年也四十多了啊 有的时候 聊天说话 永远这句 他妈妈这句话 在他心里是个蝎子 都结婚了啊 我那朋友跟他那女友 当年的女友 都结婚了 但是现在心里还是个蝎子啊 就觉得我妈当年就说过这么一句话 我心里就过不去啊 所以呢 不要说这说这种定性的话 尤其是你作为第三者 让你去看 你千万别说这种 让对方永远信留个蝎子 这种啊 不要说对方的这种定性的啊 这种事情 给一些合理化的一些建议啊 就行 善意的建议啊 说一些这个宏观的啊 一些话就可以 那么这两天呢 我也就是去干了这么一件事 而且呢 我的建议 我给那个女孩子啊 去波尔顿的这个女孩子呢 我见到他的时候 跟他和他男朋友 这个是我的建议啊 我说你们两个人的这个花费 你们俩现在一起租房子啊 今后这一年多两年上学都在一起 建议你们用AA制的方式啊 因为呢 我也不知道他们怎么分这个消费啊 因为我听他妈妈说呢 他们俩好像是这个付房租 那个付生活费什么的 我就跟他们俩说 我说建议你们AA制啊 因为这种方式呢 不管你们今后会怎么样 结婚了 能够这个长期牵手了 这是你们自己的选择啊 然后如果说两个人分手了 其实我觉得AA制也是最好的 我说你这因为AA制呢 呃 我觉得是最安全的一种方式 互相没有伤害的方式 而且互相心里不会 埋下仇恨的种子的那种方式啊 因为有的时候呢 好的时候啊 你付房租 我付这个生活费 你这东西太虚 房租你比如一个月三千啊 生活费一个月 可能这月一千多 下个月好像两人吃喝玩乐的多 就花了四千多 你这个跨度比较大 都会有大家心里不平衡的东西 所以你AA制最好啊 咱俩这个月房租多少钱 一人一半生活费啊 买菜做饭生活花了多少钱 一人一半这是最好的 而且呢 呃 这种东西呢 未来的话 如果说两个人在美国长期生活 或者分手的话 都不影响各自的信用积分啊 这个 其实在美国的信用积分很重要 包括你今后贷款 买房买车呀 如果你比如说这个男孩子啊 负主要的什么其他支出 你刷信用卡 给这女孩买包买衣服乱七八糟的 到最后不能及时还款 或者说你有两三个月预期了 对你这个信用积分是有影响的 所以呢 会影响到你今后的一些找工作呀 或者什么事啊 甚至有一些 我知道青年情侣啊 留学生最后闹掰了 这男孩说 当年你这买这堆东西 一共花这么多钱 你得把这钱给我 那女孩就不给 这男孩呢 那信用卡就一直在那烂着 其实最后影响的是他啊 所以呢 这种AA制呢 是非常重要的 这是我的建议 同时呢 就这次呢 说个题外话 我发现在波士顿啊 有好多的留学生啊 现在开学季节 中国留学生来了之后呢 我发现他们 消费降级啊 就是感觉呢 很多人在买二手的东西 同时很多人也在卖二手的东西 我陪这两个 这个孩子呢 去了五六家啊 都是即将毕业的 要回国的也好 去外州的也好 不在波士顿继续生活的 那些中国留学生 他们有个群 在里面转让东西 大量的人转让 去卖 就是大家也注意自己的物品 合理有效的啊 找到一个归宿 也不是像以前 以前好多他们就扔了 都不要了啊 那现在还得能卖五块 是五块 能卖三块 是三块啊 那么很多留学生呢 也去买啊 这个旧的桌子可以啊 那旧的椅子可以啊 没问题都可以用啊 那旧电脑也能买啊 哎这个我就发现呢 也在省吃减用 也在计划消费 因为现在国内经济不好啊 所以呢 很多家庭也都背负着很多的压力 那么以我观的这个了解呢 像我说啊 就这一对小情侣啊 在这个波士顿生活 他们的生活 每个月的生活费成本 应该在五千到六千美金左右 其实两个人一起啊 其实算是省钱的啊 因为你两个人一起 能共担这个房租 同时呢 你的生活费呢 还能省一点啊 你在两个人一起这个 呃 做饭啊 吃喝呀 还能省一点 你要一个人生活 你你肯定一个月三千 肯定就是这个非常保守的消费 波尔顿租房也贵啊 他们租了一个公寓 那个公寓还挺新的啊 新的一个就是那种四六六啊 五六十平米的 那种公寓大概一个月房租 两千六啊 左右 那么再加上其他的网费电费啊 我估计得三千或者三千出头吧 所以呢 这在那个位置啊 还得好的区啊 你不能特别差 离学校也别太远 所以好一点的区大概就是这样 你再加上这两个人每个月的吃喝呀 什么这个各种其他的生活挑肺呀 正常的支出啊 不是说什么超额也得一个两千块钱 最少两千块钱啊 那地方波尔顿的这个消费并不低啊 波尔顿的消费在美国算是贵的啊 因为以前我们接旅游团的时候 如果这个旅游团有波尔顿的这个线路 还要单独加钱算账啊 跟比纽约的这个价格是不一样的 所以呢 波尔顿本身生活成本就高啊 所以现在大致啊 就是这么一个消费水平和留学生的一个 我观察的一小点的情况吧 好吧 今天就聊这些啊 请大家点赞订阅 谢谢